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張宇軒 為你介紹的這一節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特地好 第二位是淡江大學的戰略所所長 李大中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第三位是退役少將 栗振傑 宇軒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講到 現在在整個中美 在太平洋也好 在南海也好 在第一島鏈也好 整個紛爭是盛銷成上 所有人都不是局外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知道 最近美國才在剛剛太平洋 舉辦了一個Ring Pack 還太平洋軍演 結果沒有想到 中共立刻有反制的作為 什麼樣的反制作為 有媒體獨家掌握到說 三東艦的航母編隊 今天經過了巴士海峽 直接走入到了西太平洋 而我方的國防部 當然講說他們全程 也有監控到這樣的情形 跟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他們講說 包括這個 他是一路的往西太平洋航行 各位你不要忘了 現在的環太平洋軍演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所以等於是 他從6月25號 離開了海南島三亞的 亞龍灣軍港之後 在27號就已經出現在 菲律賓的呂宋島以西 最後在200里這個行李 巡迴的威懾任務之後 最後30號返回西沙 西北處這個部署 沒有想到 大家以為這樣應該總結束了吧 不是就在更深入的進一步 變成是相看兩不厭 等於是說 當美國在進行軍演的時候 中國的我們講的山東號 也在附近遊蕩 但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講說很有可能的航行 會不會也跑到宮古海峽 返回中國 各位你知道這個概念等於是 我從巴士海峽出發 從宮古海峽回去 等於是 繞行一周的這樣一個概念 但不只是這樣子 難不成中美雙邊的軍事衝突 真的要槓上了嗎 因為現在美國跟日本 也是頻頻針對中國直接而來 做什麼事情 美國大家知道 他們最有名的這種海上的 海神無人機 竟然下午在台東的外海 繞圈圈 所以我們講繞圈圈 你總不可能是閒來無事 來這邊散步吧 恐怕他們專家判斷就說 是不是在找 中國或者是大陸的潛艦 甚至是就連駐紮在日本的 這個美國空軍第353特種作戰連隊 他有所謂的魚鷹 以前這個魚鷹常常運輸的 是所謂的海軍陸戰隊 但因為後來事故頻傳之後 其實最近已經比較少在使用了 但沒有想到 最近還是看到了魚鷹的蹤跡 換言之 所謂的跳島行動 所謂的跳島任務 美國是不是也是加緊 正在步行當中 甚至美國空軍 還對此有發表了所謂的新聞稿 所謂恢復飛行是分多間段的推進 所以現在除了確保 機組人員準備就緒等等 你要準備什麼 你要就緒什麼 你是針對什麼而來 細事基於數字的方式 包括制定安全措施等等 但與此同時 中國除了跟菲律賓 除了跟美國 最近跟日本之間的互相關係 也是越來越緊張 為什麼 因為大陸就侵入到的 包括我們講釣魚台 一帶的海域 甚至是對著日本漁船就開箱 說這裡是我們相關的執法範圍 所以我要將你驅離 而且是屢次 頻頻的跑到了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加強監控 甚至透過微博的官方帳號 直接發文說什麼 針對日本漁船 實施個別警告 所以你看現在日本 為了防範這種作為 也相對應的 提出一個新型的雷達 而這個雷達叫做超視距 換言之它的偵測範圍 它會放在宇納國島 而放在宇納國島之後 它會偵測整個附近鄰近海域 甚至是超出原本範圍之內 一個OTH的這種雷達研究 所以可以遠遠比以前傳統的雷達 偵測到範圍更廣的目標 而不只是這樣子 包括自衛隊也用衛星 也用飛機 頻頻的許視日本的周邊海上 換言之 只要解放軍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他們隨時第一時間都有辦法掌握 都有辦法因應 但不只是這樣子 日本跟菲律賓過去我們大家知道 菲律賓許多的這種海巡艦艇 都是來自於日本製造 而現在他們要加碼的部署 就連機動雷達都在菲律賓海的 北大東島這個地方進行部署 換言之 現在等於是從美國 從菲律賓到日本 都鉗制成第一島鏈 完全對著中國 對著大陸而來 但是中國難道沒有底氣嗎 顯然也有它的底氣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大陸最近旅行所謂的下水角計畫 也就是他們的海警船 隨隨便便都是4000噸級的 洞54A 過去那個都叫做軍方等級的軍船 結果現在通通拿來當作 海警船使用 甚至跑到哪裡 直接的南海 就直衝菲律賓的 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 甚至還做了一個動作 叫做下毛停泊 換言之 這個動作警示菲律賓 跟菲律賓挑釁的意味 非常的濃厚 而菲律賓的COLSTART 就是他們的海岸防衛隊 也說我們絕對不會退縮 我們不受恫嚇 各位你還記得嗎 先前是不是包括菲律賓 跟我們講為了人愛交的事件 跟大陸的海警船 曾經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衝突 那個時候事實上菲律賓 就已經調動所謂的 布拉莫斯島彈到沿海的地帶 所以現在雙邊的衝突 等於是一觸激發 而就連小馬可斯 現在也進一步說 我們還要再加碼 買一艘潛艦 但事實上美國的核能潛艦 因為要價過於昂貴 恐怕買不起 所以現在紛紛把這個頭 轉向了法國 西班牙 義大利 裁電潛艦 或許會是一個選項 但即便如此 菲律賓內部卻對此 有非常多分歧的意見說 這真的是我們資金 最佳的用途嗎 還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 進行所謂的不對稱作戰 甚至進行導彈 但有一個環節 確實是菲律賓目前該補強的 為什麼 也就是在空優的部分 因為過去菲律賓 在空優的戰機 甚至是新型代 第四代的戰機 非常的薄弱 所以他們現在講 包括美國的F-16 包括瑞典的吃舊壽戰鬥機 都變成是在排隊 想要搶食的這一塊大餅 搶食的這一塊訂單 而美國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包括我們講的羅斯福號 包括我們講的艾森號號 包括我們講的雷根號 這些航母他所調動的任務 不可能永遠駐紮在太平洋 不可能永遠駐紮在日本 駐紮在南海 得要在全世界跑動的狀況下 會不會因為分身乏術廣開戰場 反而形成後方的空洞 所以我們先問一下兵哥 你怎麼看說在這一次 美國環太平洋軍演之際 沒想到中國竟然把山東號 拉到了西太平洋這一帶 甚至很有可能 巴士海峽 宮古海峽 繞行一圈 這是在有什麼樣的目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雙方都在秀媽手 因為美國在環太平洋軍演 實際上中國大陸也是兵分兩路 一方面山東號出來 另外一方面他跟俄羅斯海一起 去繞行了日本的軍道 所以我覺得就是 解放軍在表示我們也沒在怕 我們還是按照他自己的狀況 暗表操課 所以我覺得雙方 彼此互相針對的態勢越來越明顯 這個當然對全世界來講 不是什麼好事 可是看起來雙方對抗的態勢 是不會停下來的 至於說MQ-4是不是在 台東外海這邊繞圈 是不是在抓潛艦 也許是 也許不是 因為實際上美軍的偵察機 不管它的P-8 或是它的MQ-47 它一直在台灣附近轉來轉去 只是我們的軍方 從來不跟你講而已 實際上你去看的話 很多軍武迷都可以看到 他們的航機 都在台灣附近轉來轉去 實際上這種私底下跟解放軍之間 彼此互相較勁的狀況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也不是最近才開始了 那我們就密切注意就好 導致 他現在駐日美軍這個魚鷹又重新復飛 我真的是覺得 美國跟日本是不是要仔細思考一下 因為魚鷹出事的記錄實在太多了 因為這架飛機設計上有先天的缺陷 你們確定一定還是要用這架飛機嗎 當然它正常的時候是滿好用 可是它的故障率也實在太高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自己要去想想看 是不是要拿自己士兵的生命 去冒這個險 導致大陸現在 因為它海警稱號令出來之後 它對執行海上的執法就越來越積極 包括我們的漁船現在還被它扣住 然後它在釣魚台這邊當然也很積極 然後在南海這個地方 針對菲律賓也是寸土不讓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未來這一些方向 這一些彼此之間的對抗 泰勢都會越來越升高 這是一定會出現的狀況 那日本它在菲律賓海部署 那個機動雷達其實很遠 它雖然表面上就要菲律賓海 實際上是在距離台灣東部 大概幾乎快幾百上千公里的地方 其實非常遠 那是日本很偏遠的一個離島 在東大群島那個地方 所以它在那個地方顯然是想要監視 解放軍未來會進入太平洋 也就是往第二島鏈方向前進的一個路途 所以可見日本也知道 他們現在在第一島鏈 其實是擋不太住解放軍了 它必須要把整個部署往後撤 實際上美軍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美國現在他們甚至 不僅是把這些人員撤到關島 甚至有些人已經撤到夏威夷去了 所以顯然他們自己也心裡頭很清楚 在第一島鏈你要封鎖住解放軍 恐怕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導致菲律賓到現在還一下要買潛艦 一下要買飛機 我是覺得他們當然想要增強自己的國防 實力這些都無可厚非 但是菲律賓並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 你能夠買到多少東西 然後你要怎麼操作 你有多少預算去維護 去做這些事情 實際上光是最近這一陣子 他去跟韓國買巡防艦 然後增強他一些海巡的力量 其實就已經造成菲律賓相當大的負擔 菲律賓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你要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在軍事上面 那你國家的未來發展 經濟發展會不會因此而受到打擊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小馬可是 必須要去思考 而且你就算去買了斯鳩或是說買了F-16 又真的能夠對抗解放軍嗎 不管是在數量上或是在戰鬥力上面 所以我真的覺得選擇對抗 當然是菲律賓的一個選擇 可是問題是這個路 真的是菲律賓最好的一個方向嗎 我認為菲律賓自己要好好去思考 所以列將軍你怎麼看 現在即便說中國 都能面對到包括日本 包括菲律賓 包括美國 現在如同協同作戰 有辦法包括雷達 甚至是包括我們講的無人機 頻頻在第一島鏈想要試圖前置 但雙邊此消彼長的勢力對抗之下 您覺得誰才可以占到陷阱 第一個我想說這個軍艦 這個除了說山東號航母 從南邊這邊上去 巴斯海海這邊上去 大家不要忘了昨天還有一個新聞 是北邊日本陸河島南方 有個叫大嶼海峽 有四艘 兩艘中國的 兩艘是俄羅斯的 聯合艦隊從北邊過來 很明顯的這兩個艦隊來講的話 一定會會合 這航母戰鬥群 跟上面來講中俄聯合艦隊戰鬥群 那很明顯就是這次環太平洋軍演 29個國家就缺這兩個國家 中俄沒有參加 所以這次環太平洋軍演 很明顯的他做一艘4萬噸級的 這種兩棋攻擊 要把它做集成的一個演練 針對中國態度非常明顯 中國來講跟俄羅斯這兩個國家 當然說我不能示弱了 所以他就很明顯 我這邊是山東號航母出去 然後上面來講的話 跟俄羅斯聯合在一起 然後北邊從日本南方走過去 其實很明顯就是威脅 那航母戰鬥群出去 他所謂戰鬥群 戰鬥群 他絕對不會只讓你看到 一艘航空母艦 他水底下一定有潛艦 一到兩艘 因為戰鬥群前面來講 一定有走在最前面的就是 這個潛艦 因為他要保護航空母艦的安全 所以他走在最前面 所以你從這結合起來就看到 其實我們這一連串的訊息 就看得很清楚 美國MQ4我認為說 確實是在台東外海 來想辦法就是 當你航母戰鬥群出來的時候 他會跑到你前面去看看 你的潛艦在什麼地方 試如看可不可以捕捉得到 但另外來講的話 我想他不只是潛艦 我們必須要解釋我們台灣 這個解放軍在我們台灣 繞島演習360度 有人說270度 其實一直在台東外海 有一艘直升機 大家可以去看 那艘直升機一定是 這個從軍艦上面起飛的 不可能從大陸飛到 台東外海那麼遠 所以說台東外海 只是我們國防部 沒有把這艘軍艦的位置公布出來 所以我相信這架 MQ4的這種偵察機來講 也是在監視這艘 在我們台東外海的 這個解放軍這艘軍艦 那從這邊我們看出來 其實這個中美兩國對抗 那我們台灣夾在中間的話 我們這個還是要有所 這個應變的處理 或者是準備 那菲律賓來講的話 你知道一個國家建軍 像我們建軍來講 要考慮的項目很多 第一個就是你的敵情威脅是誰 你的假想敵是誰 你當然要針對你的假想敵 我不能隨便去亂買東西 對不對 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美國賣我們什麼 我們就收什麼 你的假想敵是誰 然後你國防預算有多少 對不對 然後你的地形 天后或者是民風 你整個要考量以後 規劃十年的一個建軍構想 最少你要規劃十年之後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面對的敵人是誰 如果說你把假想敵當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我必須要很誠懇的講 你買F-16有沒有用 F-16畢竟來講是很好戰鬥機 是沒錯 但它畢竟是三代 老舊的三代戰機 你現在如果說面對中國解放軍的 不管是殲-20或者殲-35來講的話 它是五代機 其實這個中間還是有一段四代的落差 那潛艦更不用講了 你這個也不過就是 你買不到核子動人的潛艦 你只能買財電的潛艦 財電的潛艦 它沉的深度就絕對沒有核子潛艦來的深 南海不錯 南海是有很多地方適合潛艦的作戰 可是你這套潛艦 你後續來講的話 你如何維護 我必須要講 這菲律賓在這個國家 我們大家都很明白 它很多的外匯是靠什麼來的 就是靠你這些老百姓在國外打工 對不對 當費用 當費勞 所賺的這些錢 拿回國內來做這個 當做外匯 那你如果說小馬可是你現在是跟中國 建立和平的關係比較好 還是把這個老百姓的辛苦的錢 投注在這個買這個軍務上面 我覺得美國他們這些國家也很壞 軍火商也很壞 這國家已經夠窮了 你還去賺一下這種軍火錢 真的是不道德 比較說剛才利將軍講到一個重點 包括菲律賓 包括日本 我們講的就算是潛艦 就算是部署 感覺以來 他們都是以美國作為一個中心 作為一個主體 在配合他進行相關的軍事操演 但這樣對於菲律賓也好 或者是說對於日本也好 這真的是他們國家的核心利益嗎 對 因為這個還是要從歷史上來看 因為從二戰結束之後到現在 包括上次菲律賓 韓國 日本 而這些國家就是美國在亞太地區 或是現在所講的英太 最倚重的條約盟國 軍事同盟 尤其是這20年 主要還是因應中國大陸的崛起 所以對美國來說 不管是川普 拜登或是未來 不管是誰擔任美國總統 會更加吃重這些盟國的角色 剛特別有提到說 因為美國現在全世界操作航艦的國家 有超過10國以上至少 美國現役的航艦的數量大概11艘 看起來數量是遙遙領先 全球第一 但有些時候看起來是會有這種 像杜卡尚所講的分身乏術 或是捉襟漸走的狀況 我覺得主要原因大概是兩個 第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是 因為美國畢竟是全球的強權 海權通常是它最重要的國力的象徵 海權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所謂的航艦 所以說即便它有11艘 但是因為它要做全球部署 所以它看起來有些時候就覺得 捉襟見守 而且11艘裡面 它並不是全部都在實際的部署 稅修 對 可能有大概有三分之一在部署 可能有三分之一停靠在港口裡面 做修整 訓練 可能有三分之一在船廠裡面 做所謂的整修 所以會有這樣的狀況 目前這11艘裡面 大概有10艘是尼米茲級 再加上一艘在2017 18年 覆覆一點超級航艦 覆覆特級的航空母艦 大概10萬噸級 那艦上官兵4000多人 那造價很可怕 130幾億美金 有些國家的國防預算 一整年都不如它一個造艦的成本跟價格 那裡面艦載機剛才有提到 就是85艘 85架左右 包括F35 F18 電站機 早期預警機 還有多用途的直升機 還有剛剛所特別提到的 魚鷹 運輸機 還有所謂的無人機等等 那主要第二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有時候覺得還不夠 就是因應中國大陸的崛起 過去這10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主持人好像用到一個字眼下角子 就是中國大陸在海軍的造艦上 速度很快 急起直追 在部分裡面 領域裡面 甚至有所謂的後發優勢 所以這是為什麼美國現在 所謂的2045造艦計劃裡面 它的航艦可能會恢復到12艘 它要做的是373艘 水面跟水下的作戰艦艇 包括潛艦 新一代的驅逐艦 巡防艦 還包括後勤艦艇 各型的兩棲艦艇 還有水上 水面 還有水下的無人載具 所以兩個原因會讓美國去的 還不夠 即便你是第一 第一個是全球部署 你是全球性強權 第二是中國大陸的急起直追 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最討厝的火礙